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双开 以及确定中共十八大会期 十月份成为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 和中共十八大最关键的筹备期 有报道指 这最后筹备期之所以关键 是因为有个翻盘之忧 分析认为 从当局对薄熙来的态度来看 在十八大前翻盘的可能性很小 十八大之后 才是中共真正变局的开始 有海外媒体报道说 中国十八大前有翻盘之忧 可能翻的是什么盘呢 报道指出 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个是人事大盘 一个是政治大盘 报道说 人事大盘主要指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将影响到明年三月 国家领导体制的人事调整 以及政府、人大、政协三套班子的调整 而政治大盘 则由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来承载 胡锦涛做最后一份政治总结报告 同时也是习近平、李克强 宣布新领导层的大政方针 施政新纲领 因此是各方势力必然进席的一个盘子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时事评论家 张天亮认为 十八大之前出现变数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基本上已经定盘了 就是说 国习来的话 他会受到重盘 那么现在有人预测的话 他甚至可能会叹处死刑 意地执行 也就是说 现在胡已经彻底的把 周永康、江振明、国习来 这一派血带帮已经给打垮了 打垮了之后的话 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去安排人事的问题了 张天亮还指出 在十八大之前 血债帮没有翻盘机会 十八大之后才是中共真正变局的开始 因为十八大之后的话 除了沈博西大之外 习近平一上台 他现在也要考虑到 这个江振还能够做多长时间 中共不会再有十年的寿命了 现在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 所有中共能够用来维系统治的那些手段也好 或者是借口也好 已经都用尽了 外界认为 在中共双开薄熙来的公告中 有一句调查中还发现 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的线索 留下了对薄熙来判刑的巨大议论空间 与此同时 大陆网上短暂解禁了活摘器官和薄熙来 王立军等敏感词 今年四月 王立军事件后 大陆百度网站和中国四大微博 也曾经一度解禁活摘器官等关键词 从而引发揣测 对于共产党来说的话 如果再延续过去的政策 那可能很快就会被抗暴也好 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因素就吞没了 那么特别现在就是说 活在法轮功宣器官那种 人身过分的事情也应该不度了 中共不全的话 其实可以说地体在一起 所以说只是看当权的那些人的话 他们可以怎么选择 此外海外中文媒体发文指称 被公认已成活死尸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9月22号晚罕见现身国家大剧院 观看西方音乐剧 但是大陆官方媒体对此没有任何报道 舆论认为江泽民在中共十八大权力更迭前夕亮相的消息 官媒至今绝口不提 却由海外媒体替江系放风 暗藏诡异 对于江派势力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 这说明江泽民已经摔得不行了 当然就包括他现身本身 甚至都可能是一个假消息 周永康是死保他的 昨天来会重判的话 说明周永康不但是保不住他 可以可能自身难保 因此中共新一届所谓的领导班子 是选择抛弃中共 重新审视历史 还是选择为中共陪葬就显得尤为重要